第五冬三首要请回答 第五冬腰呼吸 有请我们的客人 你有多少时间没见记得 你六个得见了 让你跑 腿端着你都得跑 我是农民妈妈 我特别想接 我们也要 真的无法性意 一下就看到我妈了 真的是 那么多家长当中 第一眼就看到我妈了 其实女儿是比有强 比坚强 我清新 我亲身有穿军装的样子 我现在穿军装 我以后想穿军装 我将来 还是想一直穿着这身军装 我身族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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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警新疆总队女子特战大队 来了一批远道而来的客人 都感觉很亲切的 就跟一家人一样 他们虽然素不相识 却一见如故 只因为他们的女儿都在这里当兵 都是反恐一线的女子特战兵 常年驻守在边疆 女兵们陪家人的时间非常少 快过年了 特战大队特意为女兵们 准备了一个惊喜 将他们的父母分批从家中起来 此时还在魔鬼舟中 艰难熬战的女兵们 对此毫不知情 阿姨你有多长时间没见自己的 有六个多月了 六个多月了 一年零几个月了 真的啊 自己也算不清 我们来就没来过 阿姨呢 三个多月了 三个多月了 我整整九十六天到今天 九十六天 那有四个多月了 九个班 我能记住 她真本是骑走的 等于那次九个班 我是从辽宁大连砖河来的 辽宁那很远呀 哎呀这个街啊 地独是老大了 天不亮我在家走 天亮啊 才到两点半才走到这里 我现在的心情啊 我特别想接 真的 那也不要 真的无法行 特战女兵 秋至新的母亲江贵芬 是第一次来到女儿所在的部队 而此时 她的心情忐忑不安 几周以前 听说女儿的手 因为训练缝了好几针 又听说伤还没好 就去了魔鬼州 接下来的十几天 她就再没有女儿的消息了 所谓母女连心 母亲的预感总是很准 这是我们拍到的 秋至新在魔鬼州中的一段画面 她的手在射击时用力过猛 还没拆线的伤口崩裂了 让你跑 腿断了你都得跑 都是特战队员 你看这男兵 此时 特战女兵们正在经历一次 让她们痛苦不已 却又脱胎换苦的魔鬼州 八天七夜的过程中 女兵们要面对几十项 和男兵强度一样的魔鬼客户 可是 她们却表现出了超人的意味 我们的镜头也见证了这些瞬间 在秋至新手上的伤口崩裂后 依然和战友们一道 拉着七点五吨重的速营车 行进一公里 得了急性肠胃炎的鼓励米热 跳下救护车 坚持跑完武装十公里 魔鬼州已经接近尾声 秋至新和战友们并不知道 远方的爸爸妈妈 已经坐在他们的床铺上 像小时候等他们放学回家一样 期待着他们的凯旋 我看这身材 这个边上倒数第三个 像我们俩姑娘那身材 这边倒数第三个 秋心开着了 入边拍别的歌 我们历时七天的魔鬼州 今天就正式告一段落 阿姨我们下吧 阿姨 阿姨 走吧 带你们下 我觉得避免影响同志们 和我们部队正常工作的开诊 没有将这个消息 告知我们的同志 我们的家属 也是非常能够理解 我们的工作 支持我们的工作 把一直在我们大队 等着我们反应 等着我们凯旋 根本就没有想我妈回来 从大连到新疆 目目起3700多公里 怎么可能能飞那么远 第五东三收到请回答 第五东央呼吸 收到请点 有请我们的客人 明白 启动 加油 踩 一下就看到我妈了 真的是 那么多家长当中 就是第一眼就看到我妈了 人家里啊 我提议 我们的军人 最崇高的领先 向我们的家属 致敬 在家我是以女儿的身份 去爱她 但是在这儿 我是以一个军人的身份 向她进了一个军力 立命 来 现在出关 你可以拥抱你们亲人了 记得 放过来了 没想到妈妈能过来 是吧 等一下 别放了 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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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训练场上 女兵们都格外吝啬自己的眼泪 她们觉得作为军人 掉眼泪是很丢份的事 而当她们凯旋 拥抱着最亲的人时 坚强的铠甲也瞬间融化了 她们都是想念妈妈怀抱的小女孩 没事 好 能干 能干 哎呀 其实可能在大家眼里 我很坚强 真的 我是那种 就是大家说的女汉子那种的 真汉子 但是在我妈的面前 或者一提到我妈 我是最软弱的一个 第二天一大早 妈妈们就换上了战袍 组成了新的炊事班 我的老家带来把菜 这是我们自己家产的笨蛋 我们东北自己养的 人不吃所有的掉笨蛋 这是我自己炸的鸡瓜丸子 这是我们东北产的螃蟹 这是我们大连产的海虾 是我女儿在吃的 还有小鸡蛋粉条 她的口渴掉了 一吃就能吃到 这是妈妈做的 很难想象 身材鲜瘦的江桂芬 能从4300公里之外的老家 弹过来这么多特产 对于妈妈们来说 爱女儿的方式 就是给她们做一顿 来自妈妈的美食 那么她们能猜到 女儿们最想吃什么吗 盐蚝加肉 把那蚝多成碎 然后对肉拌的一块 特别好吃 特别脆 我做的是莲菜饺子 莲菜饺饺子 赶紧给她们做好 她们等一下回来 就开始吃上我们的饭了 我想我们家的霸鱼饺子 大连的霸鱼饺子 还有海肠饺子 还有我妈韭菜虾热饺子 她最近吃包我的三线韭菜饺子 虾热 韭菜 猪肉 这饺子也是团圆饭 孩子过年不会饺子 当兵六年 就算是给她过了一四年吧 这就是母女间的默契 现在女兵们终于不用再靠想象 回味妈妈的味道了 我还能够够拿口花包子 这里应该是你 对 但是你说对了 我山洞里饺子包这么好看 我好好吃 我画得放出来 我哽咽了 然后大老远跑过来 还能做一顿饭 吃到我太吃了 家里的味道忘不掉 刚刚经历完八天七夜 只能依靠自热食品冲击的魔鬼粥 眼前的每一道看似简单的家常菜 都足以让女兵们热泪盈眶 疲惫也被这一口家乡的味道一扫而光 在爸妈们看来 眼前的可爱女儿还是当年的样子 然而他们真的了解军营中的女儿吗 虽然难得和家人相聚 但特战队员的正常训练不能中断 特战大队早就想好了一份 送给父母们的礼物 他们可以亲自走进训练场 近距离看一看女儿们的训练 各位叔叔阿姨 这是我们的室内体能训练场 然后我们现在进行的 正在进行的是搏击训练 然后作为一名反恐一线的女特战队员 然后一招制敌其拿 这个都是我们必须得具备的 邱志欣是特战大队出了名的搏击教员 如果在实战上遇到暴恐分子了 拳拿出来 砰砰 一二二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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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实战过程中 这个拳 如果你够不到他 或者他冲上来来不去打拳 怎么办 先堵鸡腿 是吧 伸出顽孔一线 女子特战队员随时要做好 与暴恐分子晋升搏斗的准备 他们十年如一日 练的就是一招制敌 听邱志欣讲拳击秘诀 好像并不难 家长们都跃跃欲试 想要去感受一下 妈妈们没想到 邱志欣刚才那看似简单的一脚 居然这么难 原来这个假人家底座 足足有四百斤重 孩子们的一朝一试 可都是真功夫 你打轻一点 你击打五十拳感受一下 你们数啊 我们数 其他叔叔数数出来 多少拳了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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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拳 非常棒 非常棒 累 心慌 你看像我的鼠才打几拳 皮都感觉红了 对 感觉已经感觉有点红了 我们一天打几百拳 几千拳 可能鼠都没法想象 更疼 在他心里我还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他可能真的感觉不认识我了 他下来还问我 你是我姑娘吗 我怎么睡啊 第一次深入了解女儿们的训练 父母们感受到了不小的震撼 探似简单的一招一式 都是力量与技巧 在千百次训练中的爆发 然而 搏击可只是特战队员 训练课目里的冰山一角 当体验女儿们其他的训练课目时 家长们又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个绿皮的火车 还有公交车 它都是真实的公交车 还有火车 然后我们现在担负的任务 不仅是说山地作战 我们还担负一个城市反恐作战 这边是我们的攀登楼 从一楼到五楼 我们这个楼层高有18米 与此同时 另一组女兵们正在练习攀登课目 她们身手敏捷 仅仅40秒就能从一楼攀到五楼 这一次爸爸们有些按捺不住了 都纷纷想尝试一下 叔叔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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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父亲们没有想到 女儿看上去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搞定的抓绳上 到了自己这里却寸步难行 心花 心花 腿软了 腿软了 感觉手也疼 手也疼是不是 手红了 我刚才说过了 说起来做不了 爸爸们不得不服 女儿们早已不是那个在怀里撒娇的小姑娘 军旅生涯将她们淬炼的勇敢而强悍 而随着参观体验的一步步深入 女儿们的动作 她们已经做不了了 她们的心里 也跟着一阵阵揪起来 我心里揪起来了 我手没有 我眼一个抓不上这个娃娃 一下子掉下来了 索将 女兵们在三秒钟内 从五层楼飞升而下 这是特战队员最基本的训练课目 但是妈妈们根本不敢直视 刘婷婷的妈妈心脏不好 她放弃了观看女儿索将的机会 对于父母来说 即便仅仅只有三秒 这注定也是一场无法通过的心理考验 随着体验的深入 一开始新鲜好奇的父母们 已经慢慢意识到 作为反恐一线的特战队员 守护一方安宁的背后 女儿们要付出多么艰辛的努力 李兰兰的父亲李建文 在人群中 她是最内敛沉默的一个 然而此时 她也无法掩饰自己的情绪了 她的女儿已经在靶场爬了一个多小时 要在进行耐寒训练之后 对一百米以外的子弹壳 进行精准射击 相当于我们就是 要击中她的这个眉心 达到这个一枪毙命的效果 一场战斗中 要想让暴恐分子一枪毙命 除了射击水准之外 狙击手的耐力和毅力 都要超乎常人 新疆的冬季 平均气温零下二十多度 一到下午三四点 更是寒冷无比 父母们只待上十分钟就站不住了 李兰兰 却能在雪地里 窥然不动地爬上一下午 我刚才站在这凳子都落骚了 我向着女儿 你怕着那一顿 打好几下午三四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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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女儿是最有强最坚强的 我亲信我亲身有穿军装的样子 我现在穿军装 我以后想穿军装 我将来还是想一直穿的这身军装 女子特战大队的荣誉室保存着邱志欣和战友们获得的所有荣誉 这是江桂芬第一次看到女儿的奖杯 经过了这次短暂的军营参观 她深深明白这些奖杯背后意味着什么 虽然她仍然难免心疼女儿 但此刻她更加理解支持女儿参军的选择 放心吧 好好干 我妈妈在家会照顾好自己的 不得就省得大家听 在哪过年不重要 重要的时候好一番 再好最后一班港 让战友们都安全全地上港放哨 保家为国 听见没有 好了 妈妈苦的眼力 也是高兴的眼力 也是喜悦的眼力 她的软力是我 我的软力也是她 我怕就是分开的那一刻 因为很难受 真的很难受 因为每次分离是她送我 但这次是我送她 很不一样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送她 短暂的探望即将结束 父母和女儿们又到了 不得不说再见的时候 分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 女兵们也将再一次 踏上征程 这一次 她们没有选择哭着说再见 而是以军人最挺拔的姿态 昂首向前 在她们身后 是亲人为她们守候的小家 而在她们身前 是用生命守护的国家 人家说国家强 军队强 别说后果了 假如她说她要在里面 只要不对校 她呆十年二十年 我就觉得 我心愿意 我叫我阿姨 你也送我 她一定要比较好 没有 我不能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